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半自动重型液压覆膜机 这款覆膜机可以实现单双面覆膜 自动搭边 自动分段 双面选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操作面板 我们这个机器的面板上面有一个液晶显示屏 显示屏里面可以设置纸张长度 搭边尺寸 覆膜技术 拉断开关 搭边开关 前进后退 调速 急停开关运行 这上面这个表是一个耐震的油压表 这里显示我们机器的压力 然后我们这边右边 这里有一个180直径的静面钢管 然后这个是搭边的一个装置 然后我们在右边 这里有一个温度控制表 工业级的 这个是一个加温和破加温的开关 然后这是一个加热指示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右边 这个是提供我们整台机器压力的一个液压棒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后面 这个机器我们配两卷膜 两卷膜支架 同时可以放光膜 雅膜 切换膜的时间 大概在五六秒 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这个机器有一个虚线齿刀 和一个割膜刀 虚线齿刀的作用 是为了分段用的 就是打了虚线的 我们比较容易分段 然后割膜刀就是割去 宽于纸张的膜 然后我们这里有两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调节反卷区的 然后这个旋钮是复合股的压力 然后我们后面 后面这里 这里是我们一个反卷区装置 然后这条叫复合股 这条叫分段股 然后这里有一个 这里看不到 这里有一个光电 这个光电是为了感应分段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手动分段 就是当我们第一张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纸张先分段掉 就是采用了手动分段 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收纸盘 基本上这台机器就这些 我们下期待会儿 感谢观看